原标题 国产大型客机4919净利试验稳步推进预计2018年完成高载试验新华社上海11月4日 贾远坤、王晨阳、国产大型客机4919净利试验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18年完成高载试验这时11月4日于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航空强度技术发展高峰论坛上发布的消息净利试验 是让飞机在地面状态下模拟在空中飞行和地面着陆时的受力情况来验证在空中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力量接受各种挑战极限、超越极限的试验考验、好比检验人的肌肉和骨骼是否足够强壮 这是飞机研制过程中进行飞行试验和设计定型的先决条件之一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高级专务扬海介绍强度所自2017年2月15日完成4919飞机首飞前净利试验后立即开始了首飞后试验的各项工作 首飞后试验不仅任务依然艰巨还要面临大载荷、大变形带来的技术风险 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据悉强度所以采取了多种措施稳步推进各项试验准备工作 2018年将完成高载试验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 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